可不可以请法务部的曾部长 请曾部长 孔伟你好 你好 曾部长你好 谢谢 这次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法务部的组织法 这个一个修正草案 能够把这个马总统最关心的这个廉政署 也能够纳入到里面 当然每个人都在问 那廉政署成立之后 跟那个我们现在的法务部调查局 都是以宿滩为主要的目的 那将来在执行这个业务方面 两个会做怎么样的分工 人力会怎么样的调整 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 廉政署未来工作的重点 它分治标跟治本 治本是反贪防贪 治标是宿滩 也就是说从宣导 让公务人员不去贪污 这个是未来廉政署的重点工作 但是还是有公务员犯法的话 贪污的话 那个才有宿滩的问题 那宿滩这些部分呢 就会跟调查局 他廉政署所办理宿滩的业务 会有重叠交叉的现象 也因此我们现在做一个分工 也就是说将来在公务部门 公务机关里面 政风人员发现贪赌案件 他优先报到廉政署 由廉政署来征办 但是如果调查机关 他发现也有公务员贪赌的 可以不可以办呢 可以 但是这样如果假如同一个案件 有调查机关在办 也有林政署在办 那由检察官来征走 原则上是以先办的为主 调查机关先办 这个案件林政署就不办了 就交给他 那除非是性质上 需要由后面征办的机关来办 做这种区格 那另外呢 公务机关以外的 企业机关私人 涉及贪赌犯罪的 那一部分原则上都由调查局 所属的外勤处战来征办 所以这样就有一个明显的分工 我们就给他区格 一个是公务部门里面的贪赌 一部分是公务机关以外的 像在公司企业里面掏空资金 被信等等那些涉及到贪赌犯罪的 或者行费公务机关的那种行费罪也是由调查局 那这个将来人力的支援方面 在人力方面呢 会不会重点 哦不会 现在我们那个 林郑罪成立 现在的预算原额是180名 那这个180名 我们原额都没有增加 都是由现有的 政风机关的空缺 还有法务部的空缺 里面补人 那补的来源呢 是现行的政风人员去选拔一部分的人 另一部分呢 我们也向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还有警察机关的警官警员等等 请他们来参与 那当然还有法务部的检查士官 我们也欢迎他加入林郑罪来工作 现在林郑罪成立之后 他的地位是比照像我们的法务部的一级机关 法务部是二级机关嘛 他是法务部底下的三级机关 林郑罪是法务部底下的三级机关 调查局是 也是法务部底下的三级机关 也是都等于是平行的 平行的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林郑罪成立之后 能够照部长所讲的这样子 能够来这个 我们一定会确实做好分工了 不要到时候这个为了树摊什么 这个很多不清楚的 到时候会重叠啦 或什么人力会重叠浪费 这样也不太好 大家都是以树摊为目的嘛 谢谢部长的说明 部长那个 我想这样啦 因为今天特别来是针对 我们的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是有有我们的哪一个 张署长 要请他嘛 请资金组张署长 好 那个我最近 本席最近接到高雄县茂林乡啊 有一个卢凯族的一位 金姓的一个 我的乡亲啊 卢凯族 因为他上一次啊 他是务实河道旁边的有一个漂流墓 漂流墓 后来召高雄的地方法院 裁定要罚新台币 二十九万一千元 那因为这位卢凯族的 我的乡亲啊 他家境不是很好 而且又是灾区啊 茂林乡是一个灾区 所以他说 他愿意罚这个二十九万一千元啊 因为他务实漂流墓 但是他没有办法 有这个能力 一次绞亲啊 所以这个 事实上 你要知道 我们茂林乡啊 路都不通了 桥也断了 保留地也流失了 我们的灾民 可以说非常的 非常的痛苦 那但是因为要 要要要罚嘛 地方法院裁定罚 那他也表示一个后悔之意啊 特别请我来 是不是可以协调一下 是不是可以分期来缴纳 这个罚金 那我们是给他分七期 但是七期他还是缴不了 每期的话 每个月啊 可能要罚到 三万一千到两万八 类似这样分七期了啊 那那个我们是说 看是不是可以分十四期缴纳 特别请本席啊 召开一个协调会 那我们已经这个喊给法务部了 希望能够法务部来出面处理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了啊 一个例子 那我要跟部长说明的是 这几年来啊 我们原住民 三三打猎 被抓被逮到 被逮到 那那个 这个 这个被问笔录 问完笔录之后啊 交给交给这个检察官 看是当场羁押 还是说直接 这个赐毁 那然后如果被起诉的话 那地方法院 就罚钱 那一只三江 罚三十万 长中三羊 保育类的动物 罚六十万 有的更珍贵的 可能要罚到九十万 那我们原住民 这样三三打猎 猎到了之后 要罚钱 都是找立委来出面 出面来处理 那我常常碰到这样的case 那我们 就召开这个协调会 因为他没有办法一次 一次缴纳嘛 可不可以分歧这样 所以我是想说 我们法务部这里 在执行的这个层面 有没有办法说 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这个罚金还是要罚 但问题是说可以分歧 问题分歧 好像我们行政执行署 这边好像是说 最多不能超过几期 好像对这个方面 好像是蛮硬的 可不可以考量到 他的一个家庭的状况 而且又是来自灾区 这个部分 那在执行的这个层面 强制执行的层面 有没有办法可以 稍微做一个放宽 跟委员报告 假如有关是行政执行的部分 那刚刚委员提到的 就是假如它是属于经济上的弱者 原则上我们都会允许分歧 那就从两期到六十期 最多到六十期都可以分歧 我可以到六十期 因为六十期一般来讲 我们假如每个月一期的话 六十期就要五年 那行政执行法的规定 行政执行的期间只有五年 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让它分到五年 五年过后已经就不能再执行 所以我们允许最多到六十期 不过就是也需要看医务人的本身的状况 那它也许它必须要有一些担保 或者说它确实是没有能力缴纳 但是它有意愿要缴 那我们就尽量让它分歧 这是一部分 另外刚刚委员提到的 有一部分的案件可能是检石漂流物 或者说其他稻类保育 保育类的这些动物 那有一部分可能会是滑金 或者环琪式储文金 那那一部分就不会是由行政执行处来执行 那角色罰金的部分可能就由 由地方法院检察署的检察官来执行 那行政执行处执行的部分是有关的滑缓 或者其他行政上应该给付的一些税跟费 才由行政执行处来执行 不过委员刚刚提醒的这些案件 我们会再转达给各执行处 做最妥善的一个处理 对于经济上的弱势 我们给最宽缓的处理 包括在灾区 我们在莫拉克台湾期间 或者其他的这些天然灾害的期间 其实我们都有通知我们的执行处 就灾区的民众的这些给付呢 就暂停现场的执行 或者让他的分级分的更多一点 这是我们目前都有在处理的一些方案 好谢谢 谢谢署长 我是希望针对我们莫拉克灾区原住民 因为他上山打猎 这样子被罚 也实在是算倒霉了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那个相关的执法都还没有定 我是希望 刚才署长您刚才说的 说明的这个部分 在莫拉克灾区 能够体重到我们原住民经济的一个困境 他的保留地流失 他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也没有工作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放宽 你刚才讲六十起那最好啊 这部分我们原来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 原来就有这样的机制在 那这个他是希望能够申请十四起来找到 好不好 好谢谢 跟宏伟委报告 那如果是涉及刑事责任 判处罚军 应该 准以分期缴纳的期限也不会太过严苛啦 我们给那个各个检察机关 知行的检察官有充分的 斟责的材料权 他可以斟责被告 受刑人他本身的经济状况 会从宽来认定给予那个更多的区别来处理 好谢谢部长 部长最后一个问题了 今年是建国百年嘛 是 有没有这个考虑要建议建行总统实施大赦 大赦减刑这个是总统的职权 原则上是由总统决定 也因此呢 通常以前几次都是总统下令 然后法务部呢再来做幕僚作业 而我们不方便主动来建议 所以这方面到目前为止 总统都没有下达要减刑啊 证明的命令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作为 OK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温吉兄他那个 莫拉克 这个台空灾后重建 那个 事实上他本来就是有在执行啊 补偿都没有嘛 那应该都有啊 就是那个 罚金的部分 罚金的部分是吧 其他的没问题